2018年為什麼民進黨會大敗呢 因為國民黨抓到主軸了 吳敦毅 還有謝任的馬英九 還有韓國瑜 大家勇敢的喊出 我們最需要的兩岸定海神針 就是九二共識 因為你內心有一個主軸 講話就非常的響亮 非常的讓人家嚮往 那我覺得說這次把嫌疾的這些 不管是你內心的想法 或者你要年輕人選票 你這些東西都要清清楚楚 民進黨為什麼這麼厲害 因為他知道嫌疾是可以操控的 最近他們有更多的事情在操作 那藉著疫情他們就一直在反中 民進黨非常擅長操作嫌疾 所有的議題的發動權都在他手上 那討論要是覺得社會的反應不好 他就停止 那對他來講沒有傷害 所以民進黨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選票 選票以後 然後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 那我們看到其實是一個非常荒唐 而且對外又號稱他是一個民主的政黨 非常的可笑 在這陣子裡 在這陣子裡